黄马克场临到一部敌阿拉维斯,连续四场比赛不胜且未尽一球,大有崩盘之杖,毒鸟被绝杀,这原本属于黄马的剧本,却成为了阿拉维斯欢呼的理由。 这一点让看台上的黄马主席弗洛伦蒂洛甚为恼火,在这命远一线之际,黄马上下都在想办法避免背锅,老佛爷也不例外,或许本赛季接替席达内的新任主帅洛佩特吉,将成为黄马转移矛盾的对象。 此前,黄马遭遇战绩低谷的时候老佛爷是如何做的? 安切洛蒂刚刚帮助黄马赢得久违的欧冠冠军,就因为临赛成绩不佳惨遭扫地出门,老佛爷原本打算强行扶持贝尔上位,甚至要求贝尼特斯,必须以贝尔为核心。 赞无那战绩不佳,于是果断赶走贝尼特斯平息事态,如今黄马再次遭遇几十年一月的低潮期,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。 被对手的绝杀达蒙在场边的洛佩特吉,看来是难逃老佛爷的魔掌了。 此外三名攻击球员,也成了背锅的人选,首先便是世界足球先生莫德里奇,黄马能够帮他拿到大奖, 也能让他吸引球迷的口注笔伐。黄马连是自诚不胜临近球,自然与号称在欧洲第一中场的指挥官莫迪脱不了干系, 确实,既然能够力压C罗拿奖,那么说明黄马的成功依靠更多的是莫迪,而不是C罗。 现在莫迪和黄马以及有人C罗的表现却是完全相反,莫迪难道还想安然自保? 此前传言莫迪与国民有联系,甚至东窗可能加盲国民,或许他对俱乐部的二星也会被老佛爷拿来做完张。 不能进球,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封现。 本泽马和贝尔两位老将也要负弃责任。 贝尔称说没有C罗的黄马更加强大和团结,那么倒是难出表现,来证明自己说的话啊。 然而贝尔已经无场比赛没有进球了,本泽马更是七场球荒,这样的封线早已不可能洗脱罪责。 如果下场比赛还不能进球,难保两人不会就此被钉在屁股膝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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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